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套窗口4分钟的三军师公寓 这个房子呢位于车站仅是4分钟的地方 我们从这也能看到车站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房子的楼下 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房子的内部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格局 这边是第一个房间 卫生间 第二个房间 这边是洗浴空间 这边是客厅的区域 这里面是厨房 这边是第三个房间 下面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边是第一个房间有私底的空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窗台 这边有一个收纳 这边是最大的一个房间 有7.7点的大小 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 哇这个衣帽间真的非常的大 我感觉能装10个我 这边窗户的视野也是非常的不错 还可以看夜景呢 下面我们来到了洗浴空间 我们先看一下洗面台 这里有一个三面镜 打开两边的镜子呢 可以同时照到自己的正脸和侧脸 这边有一个不光灯 打开不光灯 秒速变身专业的化妆镜 女主人一定给完美的出门 水槽的部分有个提拉式的下水装置 水龙头也是可以拉出来的 这些生活的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咱们在这洗头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洗浴空间的收纳也是非常的充足 除了进门处有一个很大的收纳之外 在镜子背后和洗面台下方也都是收纳 这边也有一排收纳 这些都是抽屉 再往前走呢 也有一个收纳的地方 可以放毛巾等等 然后这里面就是浴室的空间 这边是第三个房间 也就是客厅旁边的那个房间 有4.6帖 这边有一个大收纳 这个衣柄还是非常的深的 可以放很多衣物 然后这边有一扇窗户 那边就是厨房的区域 厨房虽然空间不够大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洗碗机烤箱三台炉灶 它的收纳也是非常的多 从上面到下面都是收纳 一般来说柜子开到这也就完了 但它这下面也全是收纳 里面的这片空间呢可以放冰箱 然后这一片区域可以放橙柜 水龙头呢自带进水功能 这边可以切换水流形状 它也是可以抽拉出来的 方便我们清理水槽 最后就是客厅的部分了 客厅有10.4帖 放上家具生活气息 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呢 在这看看书看看电视 享受独处或者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是不是也很不错呢 窗外还有一个阳台 阳台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 今天的房子看到这里也在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平安葡萄厂